今天的風超級大 你看我的頭髮 一下車看到這個後面的景色 我就覺得哇 完全的驚豔 歡迎大家來左賀 嗨 我是 Eva 這次我們來到了九州的左賀 那這次我們就是跟著寬哥去旅行 那這次我們就會去溫泉鄉 然後唐津等等的 就是左賀知名的地方 我們都會一起分享給大家 那下個月開始 台灣就會有直飛左賀的班機 那在疫情期間 它的機場也有做改裝 那我們就先帶大家去看一下 改裝後的左賀機場 那我們的左賀之旅就正式的開始囉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現在的位置是在一樓 那我剛剛已經有偷偷的 去看了一下展望台 就可以看到它整個外面的機場的美景 那現在在我身後呢 這個它就是現在的新春活動 那在這個擺飾旁邊呢 就是他們的資訊中心 這邊就是有提供所有的 觀光相關資訊 就可以在這邊索取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去樓上看看 改裝後的機場吧 現在呢我走到四樓的展望台 我剛剛看到一台飛機起飛 那我好像錯過了 這邊超亮的 這邊超亮的 那現在呢我們來到了機場旁邊的租車店 而且來這邊租車超便宜的 第一天優惠一千元日圓 第二天就是恢復它原本的價錢 但是這樣其實平均下來也是省很多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呢 大家就可以來這邊搜尋一下 然後來這邊租個車 現在我們要來吃中餐 那我們今天吃的這家是古雅味 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神奇素麵 那這家餐廳呢 它是由私宅改成餐廳 所以其實在這邊看就感覺 是好像到別人家 而且它的對面現在是開滿了油菜花 超級適合拍照 那我們現在就先進去囉 那這一家店提供的是懷石料理 在各個餐點中 我們都可以看到素麵的身影 那在這裡就可以吃到 多種素麵的料理唷 現在呢 我回到了今天要住的飯店 那我們今天要住的是 左鶴新大谷飯店 那像我們現在窗外看出去的景色 就是護城河 非常的漂亮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帶大家 room tour一下 我們今天住的飯店 現在呢 我就在門口這邊 那在我的身後這邊 就是有一個掛衣區 那在掛衣區的對面就是 它的衛浴設備 那裡面就是有免治馬桶 還有浴缸 那就可以在這個裡面泡澡 那我們今天住的是雙床間 那它就是有提供兩個單人床 旁邊有一個雙人小沙發區 那在它的一樓公共區域 它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小教堂 就蠻多人在這邊結婚的 那早餐提供的是日式自助版 包含熱食沙拉麵包等等 水果的部分還有提供來佐賀必吃的草莓 我們要帶大家來淘寶了 那這一家呢 是有田的信樂堯 它這一家歷史非常悠久 有150年 那它這邊有提供一個非常特別的活動 就是可以讓大家買瓷器 買到寶 它就會提供兩個籃子 然後讓你選 那兩個籃子分別是一萬塊跟五千塊的價格 那它有不同的區域限制 像醬油碟 碗 酒杯都可以選 你就可以去選你喜歡的陶翅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商店 那商店裡面賣的都是非常漂亮的瓷器 那我們就開始去選購囉 現在在我身後的這一區就是五千的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告示牌 一萬元是整區都有 這一區的話它的色彩其實就是比較豐富 接著呢我們就到了陶山神社 而且它這邊非常特別的 就是它的這個神社在我身後那邊 它有一個鐵軌 所以每次有電車經過的時候 大家就會來排這個鳥居跟電車的合影 然後在我身後這邊就是他們賣御守的地方 他們御守非常特別 就是是陶瓷做的 我後方這邊 它這邊有一個財神 就是你可以拿出你的錢包 然後就是擺一下 求發財 就很特別 那我們現在就上去看一下 就是大家有看到這個裂痕 是因為之前颱風的時候 它就是有稍微回損 然後再把它重新撿起來的 它這家非常特別就是你可以先選杯子 然後來使用 總共有兩千種杯子可以選 但那個杯子不能帶走 如果喜歡的話它還有商品不可以購買 我們就進去吃飯囉 走進來的時候這邊牆上非常多的簽名 應該是有很多人來這邊 然後再來這邊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是Hello Kitty 你應該會很喜歡的 Hello Kitty的有天燒 就是這邊全部 然後這邊就是專門讓大家買回去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身後這邊 就全部都是杯子 然後你就可以選一個你喜歡的 選好杯子後 放入想要喝的飲料的單子 就可以等著吃飯囉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吃飯了 那我點的是這邊非常特別的燒咖哩 香濃的咖哩搭配燒烤後的起司 再加上半熟的蛋黃 創造出多層次的味道 旁邊的無豆腐吃起來有點像吃麻糬的感覺 口感非常的特別 用完餐後再來一杯紅茶 做一個完美的Ending 現在我們來到了五熊圖書館 那這個圖書館就是現在五熊市非常熱門的地標 那它結合了鳥屋書店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進去瞧一瞧 我們現在來到了二樓 整個圖書館裡面它有設定兩個拍照點 那其實它的館內是鏡子拍攝的 那大家來到這裡其實就可以看到我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拍下去整個圖書館就非常的漂亮 它這個圖書館它就是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鳥屋書店 然後一個是圖書館就是租借的部分 那瑤書店就是在前面的這一區 那它一樣有賣一些文具 那後面也有圖書館 大家就可以在那邊用電腦 下面就有知名連鎖咖啡店 然後就可以買咖啡 在這邊邊看書然後邊享用咖啡 好 那我們要繼續往前囉 這一站呢我們來到了五熊溫泉 大家看到我身後它的這一道門 非常的特別 非常的有日本風味 那這個五熊溫泉在這邊也是非常的有名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進去看一下裡面長怎麼樣 那走進來之後大家第一個看到的 第一個建築物就是大眾浴池 它在旁邊上面就有寫它每個湯的溫度 而且這邊超多種湯 那它除了大眾之外它也有個人的 就很適合家庭式的 然後像它這裡裡面的大眾浴池 它外面就是有販賣機 裡面也有牛奶的 就可以泡完湯 然後買一杯牛奶 然後坐在這邊邊看電視邊休息 然後在我的正後方這邊 它這一棟的是它的新館 那裡面呢就是在介紹一些它這邊 五熊溫泉的歷史 就還可以到二樓去拍它這邊整個view 非常的不錯 那接著我們就前往下一個點囉 那這一站呢我們來到了陽光美術館 那它在裡面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庭院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是體驗活動 就用陶瓷做飾品 說戒指、髮帶或者是領帶夾都有 然後就選擇你喜歡的瓷器 大概三到五分鐘的體驗 再等個二十分鐘就可以把成品帶回家 那在這個過程中就可以來逛一下它這個美麗的庭院 整個天氣就是有一點陽光 就有一點春意 好在有一點冬天的尾韻站 現在呢我們來到了五熊溫泉車站 那裡面有一家特別的旅書店 它其實有分兩區 一個是書店區 然後一個是伴手禮區 就是讓大家再去改新幹線之前 才可以來這邊選購 那它這一家也是一個選屋店 它就是已經幫你選好熱門的伴手禮 然後像它這裡面也有瓷器可以讓大家買 這個瓷器還蠻好看的 現在呢我們在田島柑橘園 我們要來試喝這裡的橘子汁 那這邊就是引進了西班牙的品種 然後它們一出的果汁就瞬間獲得很大的迴響 那我們現在就來去試喝囉 很特別的味道 現在要喝的這個是 青星列車上面提供的橘子汁 嗯 橘子汁 那這個也很香 那它其他款的話 你就可以在其他地方找一下就都買得到 那現在呢我們在大魚神社這邊 我們要來看海上鳥居 它這邊的特色就是海上會有三座鳥居 然後你就可以拍成一個很美的照片 因為這邊的潮差非常大 所以可能每次來的時候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呢是退潮 退很遠 所以我們三個鳥居都可以走下去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去拍一個美美的照片 那我們現在就走到了海上鳥居這 然後我們就一直沿路走 走到最後面 這邊全部就是走的道路 它有那種大石頭 走的就還蠻平穩的 而且最厲害的是我覺得它後面 就是拍這個鳥居 然後搭這片海 就是很漂亮 這餐我們要來吃竹崎蟹蟹肉蓋飯 它提供了四種的吃法 讓大家一次可以品嘗到多種的味道 旁邊的蒸蛋內餡還搭配了濃湯 容器上使用了高腳杯 讓大家在品嘗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種不一樣的體驗 那我們來到了肥前冰車站 那在我身後的這一家就是 哈馬吧 那這一家是在2021開業 那這邊總共有提供六種清酒 然後你就可以點一個set 然後就可以一次品嘗到 多種不同的日本酒 在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在它的這個 戶外區就可以邊喝著清酒 然後邊看對面的風景 那現在呢 我們就帶大家去裡面看看 然後來品嘗一下日本酒 好 這一站呢 我們來到了佑德神社 它是日本三大稻河神社之一 那現在我們就要趕快帶大家進去看一下 因為剛一下車看到這個後面的景色 我就覺得哇 完全的驚豔 所以我們現在立馬進去看一看 現在呢 我就在佑德神社裡面 那大家看到我們的主社 就在我們後面上面的這邊 好 我覺得一進來就是非常的壯壁 就是它前面的一開始的一個大橋 這樣走進來就覺得 哇 這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 然後再看到它後面這個整個的建築 就覺得 我覺得請大家把這個安排進行程裡 這邊很值得來 然後當然就這一樣 就是後面有御守大家可以帶回去 那神聖呢 就是從我後面的這個 然後走上去 參拜完之後就可以自由參觀 然後去看一下這邊的建築 然後在上面的話 還有這個千鳥居可以去看 然後去看它的自然的景觀 因為我們現在是 葉子都還沒有長出來 花還沒開 但是開花的時候 應該就非常的美麗 現在呢我們要來五季體驗 那剛剛我們花了大概二十分鐘到半個小時 著妝 現在已經完成了 然後我覺得我今天的裝扮 比較像是那個收錢的老闆娘 蠻適合我的 希望等一下沒有肢體障礙 我以為只是和服體驗 怎麼沒有跳舞這一段 我以為只是看那個包子 你們就去寫和服體驗 對啊 和服體驗 然後我們現在等一下要去跳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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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那現在呢我們就很迅速地 來打Room Tour 一下 那我們今天入住的呢 然後應該是它的基本房型 一進來我們就會先看到一個玄關 這個玄關還蠻大的 就是讓你放鞋子、放行李 其實一走進來就會直接看到我們的門口 然後它這邊一樣有拉門 可以分開玄關跟房間的部分 然後房間它就是很簡單 外面還有一個小區域 它就放兩張椅子 可以讓大家坐在那邊休息喝茶 那在門口的部分呢 這裡門進來就是我們的浴室 就很溫泉飯店的樣子 這邊就是一個大鏡子 然後洗手台 洗手台對面就是洗澡的地方 我覺得它非常特別 因為它全部都是用木板鋪陳 再來另外一邊就是免治馬桶的部分 那它就是很獨立的一個馬桶在這兒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房間介紹 現在呢我就是在它的Lobby這邊走走 然後像我身後的這個 就是他們提供的足湯 而且它裡面的裝潢做得非常的有質感 一樓這邊整個每一個角落 感覺都有精心設計過 就是走一走 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景色 到處都是他們的裝置遺書 我覺得可以早一點入住 就可以做很多不一樣的享受體驗 然後還有提供按摩等等 而且它這邊的商店非常特別 就是它有書店 你就可以點一杯茶 然後在這邊喝茶看書 就享受一個很悠閒的時光 謝謝他們這邊的副導員 就是很有名的西野茶 所以就可以讓大家來品嘗茶 像它這邊的酒吧也非常的特別 有提供綠茶啤酒 喝起來很特別 就是吃啤酒味但是有茶香 他們這邊的溫泉就對肌膚非常的好 不過我覺得這邊它主要還是很像 以前就是日本的溫泉旅館 我們住的那一棟是比較舊的 所以它裡面還是保有它原本的風味 它就是有一種新舊的風格混在一起 然後創作出不一樣的美感 像我們這次入住的時候 就有附這個茶 那這個的話就是要看買的方案裡面有沒有 那這個茶就是這邊的西野茶 它有一個特別的香味 可以試試看不一樣的味道 那我們要出發去下一個點了 其實我們這樣沿路走的時候 就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海鮮 還有它的螺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看到一個生的鮑魚 而且這邊很多就是長輩們 就很認真的在選購 那它有一些加工的是可以讓你帶回去 有魚絲還來醬等等 它就是這一條街 然後就邊走邊逛 然後附近還有鬍子橙色 我們現在在撥護甲 但是今天的風超級大 你看我的頭髮 今天的風真的是很大 然後就拍這種冷冷的感覺 是另外一種風格 然後天氣好的話 就可以拍那種很夏天很陽光 青春洋溢的照片 就是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在日本 它就是每個時間每個集結 拍起來的氛圍感都不同 所以就可以來這邊瞧瞧 然後走 現在我們要來吃中餐 今天的我們是要來吃生的透抽 就非常的特別 這邊提供了兩種吃法 一個是生魚片 一個是天婦羅 還有另外一個很特別的是花枝燒賣 是在鬍子這邊才特有的喔 那在這邊就可以吃到各種花枝做出來的料理 使用的都是最新鮮的食材 是來鬍子這邊不能錯過的美食喔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小酒吧 然後塔拉茲 那它裡面呢 就是有放一些 糖金祭典的 異山車的模型 這家很特別 就是在它的對面 它就是一家瓷器店 它是賣糖金燒的 跟這間吧是同一個老闆 他就希望說你在這邊喝點小酒 如果你喜歡他家的東西的話 就可以到對面去選購 我覺得日本好像很多店 他們都會結合他們的文藝 再搭配一個商店 然後來推廣他們的文化 我們就來 喝一下 而且裡面整間店它就是小小的 然後很有氛圍 感覺晚上來的話會更有FU 然後這邊就是賣酒還有咖啡 還有一些些食物 點心就是給大家配了用 今天呢我們入住了糖金的Seaside 這家飯店就是非常的高級 大家有看到我身後的這一片海 就是我窗戶外的景色 因為這房間真的是高級到 實在太驚訝了 而且它的棉被真的很舒適 然後大浴場也都非常的棒 然後像我們還要去做桑拿 就覺得哇 難得第一次就是把飯店的設施完整的體驗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先來帶大家Roon 2 一下我們的房 一進來的時候開門就是 哇喔 從我們一進松園到現在 就是都只有哇喔 沒有其他的壯生池 好 你看它這邊整盆的海 然後它這一席一樣下面就可以走下去 不過我們今天的天氣就比較不好 但是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氛圍 像我現在這樣吹著海風 我覺得很舒服 好 我們來Roon 2 首先呢大家看到我這邊就是有一個小陽台 那它外面有這個擺兩張椅子 可以讓大家在那邊喝茶啊什麼的 然後再來就看我們裡面 我們要進去囉 我真的覺得很棒 推 然後我們房間超級大 提供了兩組沙發 一個是這個靠近陽台這邊 那它的位置面相就是陽台 就是如果你在外面覺得涼的話 就可以在裡面 一樣可以欣賞外面的景 再來另外一個就是它有這個躺的 個人的直的沙發 你就可以躺在那邊看電視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這個浴室的間隔門 非常的棒 它是這樣拉門拉開的 會有一種高級感 裡面是雙洗手台 就是這樣大家室友用都很方便 不需要搶洗手台 然後再來浴缸也很棒 它的view是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景色 這裡 你就可以躺著浴缸看著海景 非常的不錯 那我們再來拍一下 現在呢我走到了外面 它的大廳也真的是美的不像話 它就是有放一些花啊 然後還有它的燈啊 都超級美的 因為我們昨天是晚上抵達 然後那個燈光整個氛圍打出來的時候 這洞看起來就超級高級 我們這次住六樓 然後它的廊道的那一側 它就是面對整個松園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們這次的時間太少了 不然應該要再繼續在這裡面玩耍奔跑一下 如果大家來唐津 然後預算也夠的話 就可以住一下這一間 那我們現在要走了 不要走了 我要跟我的高級飯店說拜拜了 白修先這樣囉 那我們要出發去機場了